這個單元會和同學分享 Power BI 安裝的教學方法 以及線上其他可以供學習的資源 我們先開啟瀏覽器 輸入 Power BI 接著我們就會看到不同的選項 我們選到 Power BI 的官網 進到 Power BI 官網以後 我們要點選的是免費開始 接著網站就會引導到我們去下載的頁面 大家在這時可以點選免費下載 接下來下載的視窗就會跳出來 大家只要依著下載的步驟 依序按下一步就可以完成 Power BI 的下載 另外 Power BI 還有其他的線上資源 舉例比如說我們點選到網頁的下方 這邊有個導引式的學習 我們可以做點選 進到導引式學習的畫面 它有分使用者入門 還有取得資料 一些不同在 Power BI 上 使用情境的介紹 的詳細資料 所以大家如果針對哪個章節 想要特別再了解 再深入的 就可以進到這些課程裡面的介紹 做使用 我們到學習這邊上面 它這邊有個資源 在資源裡面往下滑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資源選項 除了剛剛說到的導引式學習 另外它有一些範例範本 可以供我們參考跟學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們點擊以後 它會有 IT 費用的分析範例 人資 商機 甚至採購 零售 我們可以點選這些圖表 裡面去做瀏覽 看其他人是怎麼去做分析的 參考他們呈現圖表的方式 幫助我們學習 這個小節 我們和同學分享 Power BI 的安裝方式 還有其他的學習資源 像是影片中 也有跟大家分享 在線上 他們有一些導覽式的影片教學 所以針對一些內容 如果不了解的地方 都可以針對那些重點去做延伸 另外 課程的內容 也還有一些線上的學習範本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參考不同的範例 譬如說 行銷 人資 供應鏈 都可以在線上裡面的課程學習資源 找一些範例去做參考 那我們這個單元分享到這邊 謝謝